这是根据上万件真实诈骗案例改编的电影 因为电影尺度之大过于真实 所以遭到东南亚多个国家强烈的抵制 同时也对当地的旅游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迫于来自各国的压力 致使现在国内各大平台都无法播出 刷到的朋友请仔细观看 因为每一处细节都可能让你避免一场诈骗 潘生是一个资深的马农 本以为这次晋升高管势在必得 但是因为同时有一个好跌 高管的位置也被取而代之 愤怒的潘生当场摘掉证件 最后准备前往新加坡的一家游戏公司任职 一开始潘生就对公司负责人产生了质疑 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安俊才 新加坡人 然后我在公司 你不是湖南人吗 我确实在诸州出生了 但六岁就变家人去新加坡了 我是长沙人 我以为我们是老乡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 他在你手机就可以了 人才 对于潘生的质疑 阿财轻松化解 并利用转机等待时间 请大家看成人表演 这也让所有人坚信不疑 等到下飞机后 一半转机围由将所有人的护照收走 然后上了一辆大巴车 接着来到一条小巷 潘生正在给家里打电话报频道 其他人也都沉浸在香艳的景色里 可就在这时 几名打手拦住了去鲁 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顿暴暖 接着戴上了黑色的头套 打完电话的潘生见势头不好 立刻撒鸭子就跑 打手也跟着追了上来 当跑到一条小巷时 却被阿财打了一梦 潘生倒地后也被戴上了头套 我有两个手机啊 狼神 几人的噩梦就此拉开了迅舞 等摘掉头套时 潘生几人已经来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园区 诈骗投资客气地做了自我介绍 我姓陆是这边的经理 之后呢 各位为我工作 谢谢配合 几人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对着老陆就是破口大骂 不出意外又是一顿毒打 老陆鸣枪制止 实则是让几人看清形势 接着松绑开始第一波的洗脑 你们想要的东西啊 在外面老老实实工作肯定得不到 但在我这里可以 还很快 来啊 参观一下 在这里诈骗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现金王 业务涉及之广泛 炒股 挖币 网游 电商 博彩等 并且团队分为八个小组 也正是组事业分的千门八将 分别是正体反托 风火除遥 此书已被列为禁书 因为这是一种做局的手段 一旦入局几乎没有破局的可能 即使能幡然醒悟 但也已经被载的变体鳞上 更恐怖的是 这种做局手段从古言用至今 不得不说我已经被震惊到了 一个诈骗团伙竟然如此用心不拒 违法不可取 但其用心钻研的精神 绝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每一个小组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缺一不可 就在带领几人上楼参观时 一个试图逃跑的人正被严刑拷打 接着通过层层的门警 来到整个诈骗组织的核心 美女核官 在线发牌 在这里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玩不到 清一色的美女核官 还有成人陪聊的服务 更恐怖的是 诈骗团伙竟和上千名学生在一个园区 挟天子已令诸侯 真是让人细思极恐 潘生被分到一个宿舍 准备休息室 一只老鼠突然钻了出来 吓得潘生坐在了地上 而旁边的男人因为逃跑失败 被关在了笼子里 这时阿财带人走了进来 拿出潘生的手机让气解锁后 用竹签放在眼睛上威胁道 抱给你妈 跟他讲一句 随后将笼子里的男人揪了出来 接着就是一顿毒打 等到第二天 潘生有了新的任务 爬虫会不会 爬虫相信大多数人都比较陌生 通俗的讲大佬的直播间有上千台手机 但是不到一秒就被捡控 这不是你手速网速的问题 因为你的对手是一秒钟点击上千次的机器 所以抢不到也不要灰心 多抢几次你会发现 还是抢不到 言归正传 潘生拒绝为他们工作 直到耳朵被撕裂 这才坐在电脑的前面 随着代码的输入 上万条个人信息被复制下来 这时潘生撕下一个纸片 然后写上求救的信息 接着来到了卫生间 拿出纸片 天真的想从窗户将纸片扔到外面 可一不小心踩碎了便吃 直接摔在了地上 声音惊动了正在上厕所的女孩 然后强走掉在地上的纸片 看到上面的信息后 并没有揭发潘生 而是将纸片还给了她 女孩名叫安娜 来之前是小有名气的模特 因为别人盗用了她的照片 给公司带来不利的影响 被公司强制解约 后经过朋友介绍接到了一个广告 但到现场后却发现是拍擦边行政 安娜一怒之下便离开了这里 但是违约在线 必须拿出三万块钱的违约金才能离开 好在闺蜜及时赶到 并出钱化解了这场危机 闺蜜又将她介绍到阿财这里 高额的报酬轻松的工作 在绝对的诱惑面前 安娜坐上了前往边境的大坝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闺蜜做的局 来到园区后 老陆拿走了他们的护照 并说到每人完成五百万的业绩 才能拿回护照离开这里 没想到在第一次发牌时 安娜来了大姨妈 然后就在厕所碰见了攀升 两人还做了一个交易 我护照也被收了 说完成业绩才能回复 完成多少业绩啊 五百万 我帮你完成业绩 你帮我出去报警好不好 没等安娜答应 阿财找到了这里 攀升见状立刻堵住房门 安娜说自己来了立甲 阿财便离开这里 然后示意攀升先躲起来 可没想到刚走出门 就被阿财打了一巴掌 接着拿出一包卫生巾安威安娜 这时卫生间的开关突然爆开 阿财听到声音走了过来 躲在厕所的攀升 将纸片撕碎扔进马桶 按下开关时却发现没有水 而此时阿财正一间一间的搜索 如果被发现纸片肯定死路一条 于是攀升从马桶里捞起纸片 思索片刻后直接塞进了嘴里 这时阿财推开房门发现了攀升 接着将它拖了出来 幸好处理及时没有被阿财发现 这时来人通知阿财有大祸上落 再给了攀升一拳后离开了卫生间 富二代无意间点开了一条链接 美女合观现场发牌 抱着试玩的心态点了进去 没想到接连赢了庄家几把 不知不觉中竟然玩了个通宵 并以自己博士的学历研究出新的玩法 背头法则 无论输掉多少 下一把双倍下注 十把只要赢上一把就会稳赚不赔 然而连输十把的概率也只有千分之一 阿财自信的以为这样的概率 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 但现实很快啪啪打脸 等到再次下注时 上天并没有对他有丝毫的倦慕 千分之一的概率如期而至 阿财虽不甘心但也只能接受 然而面对上钩的大火 杀猪盘发起了猛攻 盘生加上阿财的微信 推贷款并放出了内幕消息 刚贷出一百万 安娜就发来了消息 阿财用贷款先领诱买了把索拿 可这时突然收到安娜发来的内幕消息 根据安娜的提示 阿天大赚了一笔 然而对方好像看透了阿天的心思 紧追不舍地又向阿天推荐了 他最喜欢的祖采 但身为博士的阿天 此刻却没看懂潘生发来的求救暗影 反而直接充值了一万五千块钱 越线越深的阿天 向公司提前预制了三个月的工资 还当掉自己限量的球鞋 如痴如醉地拉拢新人换取免费筹码 并以和同学开店的名义 从母亲这里拿了五万块钱 另一边安娜的业绩也直线上升 直到一个月后 催债的人闯进了家里 家人和女友才知道阿天已经输掉一百多万 好在父亲及时凑够了欠款 这才化解了危机 之后母亲将阿天的手机换掉 但她怎么能就此甘心 随后抵押了自己的跑车 并说通女友帮自己下主 女友不想扫兴便答应了阿天 等到球赛结束 阿天逆风翻盘赢了几百万 就在抱着女友庆祝胜利的喜悦时 却被女友告知中途取消了下主 我怕你又输了 她之前偷偷取消了 内疚的女友上前安慰阿天 但却被她一把推倒在地 新来的唢呐也被摔碎 但是女友并没有放弃阿天 来到反诈宣传科说明了情况 我们铺天盖地地做反诈宣传 这提示都印到鸡蛋上 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 因为人有两颗心 一颗是贪心 一颗是不甘心 那这到底是赌博还是诈骗 她有没有跟你提过内幕消息之类的话 有个什么客服说 能包赢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 以王赌为诱饵的诈骗 博猜软件里有木马 她的消费习惯 银行短信一览无余 诈骗分子根据这些数据 实施精准诈骗 然后放贷款 透露内幕消息 用输赢交替的方式 控制受害者的情绪 这跟年龄受教的程度 都没多大关系 他们不怕你赢 就怕你不玩 那封原始邮件 你还有吗 有 可是阿天却不甘心 来到奶奶家里 骗走了奶奶 为她结婚白酒用的15万块钱 还偷偷拿走了奶奶传家的玉琢 还用自残的方式威胁家人 母亲见状只能妥协 然而阿天已经近乎疯狂 打开保险箱后 几达现金已经不入她的法眼 放下现金直接拿走了房产证 将房子抵押了800万后 主动联系了安娜 试图得到更高价值的内幕消息 翻盘心切的阿天 直接给安娜打来了电话 老陆立刻叫来安娜 按照老陆的指示 给阿天提供了一个账户 等到阿天的资金到账后 老陆立刻发动境外的水军 分别以网购 刷单 借贷 外汇的形式 在短短的10分钟内 将洗白的800万现金全部取出 然后分别打入几个合法的账户 接下来便出现王传军风神的一幕 杀猪 拜佛 这时阿天再次发送消息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 面对现实阿天终于幡然醒悟 但也已经回不去了 此时女友带着父母赶到这里 无颜面对家人的阿天锁上房门 从阳台一跃而下 玉碎人权 经过奋力的抢救阿天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永远地成为了植物人 家人也永远沉浸在悲痛之中 另一边的安娜也成功超额完成 6000万的业绩 整个园区也都在庆祝成功收盘的喜悦 发放提成 举杯狂欢 而盘生从钱堆里只拿了一张 随后老陆将完成业绩的安娜叫到了房间 按照约定安娜以为能离开这里 但是老陆却没有放走她的意思 男人正在强迫女孩做不愿做的事 这时有人敲响了房门 盘生的及时出现拯救安娜与水火之中 她答应老陆做一个自动化程序 把人工克服功能全部放在软件里 并用内置滑感以或配资 提高效率的同时 还能节省一大批的人工和资金 盘生提议将所有的人全部放走 并要求拿回自己的手机给家里报个平安 因此盘生也搬进一个干净的宿舍 看见桌上的笔 盘生拿出兜里的钱 然后再次把求救电话写在了钱上 再出去团建时 偷偷将钱交给安娜 然后趁机花掉 希望看到钱上号码的人能替自己报警 殊不知这一举动差点让自己丢掉信物 表面上是团建 实则是拍照发给家里稳住家人 其他人摆出各种手势 而唯独攀升摆了一个6的手势 然后将照片发给自己最好的同事小高 在上编程课的小高看到后并没有在意 等到拍照结束后 阿财带人来到一家餐厅 安娜以请客的名义来到前台结账 不料这里只收家南必不收美人 见状安娜暗示女人拨打上面的电话 但是女人不为所动 安娜怕被发现只能见机行事 可就在转身离开时 不小心被撞了一下 钱也不小心掉进撒在地上的饮料里面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阿财过来买单后 拉着安娜离开 攀升趁机接过服务员手中的钱 计划失败也只能另辟蹊径 回到园区后 看到满地的钱惊呆了众人 有了攀升新研发的软件 老陆准备放走多余的人 就在与关在笼子里的男人告别时 攀升把钱偷偷地塞进男人的手里 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然而让攀升想不到的是 这些人并没有被放走 而是被老陆以三万一个的价格 卖到了另一个园区 希望破灭的同时也是噩梦的开始 就在大巴车离开园区时 阿财想买烟却发现自己没有带钱 于是便开始搜身 不出意外的话 钱被阿财搜了出来 来到超市买了烟后 正准备离开时 却被店员叫住 接着男人就被遍体鳞伤地被拖了回来 然后审问钱的来源 细心地阿财闻到钱上饮料的味道 但他并没有揭发安娜 见事情败露 攀升和安娜同时主动站了出来 后果可想而知 安娜被牙签刺穿了指甲 而攀升则是被生生地敲断了腿 男人也没能逃脱被杀的恶语 接着安娜也被卖到另一个园区 为了逃命 在转移时安娜打开车窗直接跳了出去 接着一路逃到了当地的警局 不曾想刚出虎口诱入狼窝 警局早已和园区串通一气 当安娜看到桌上的筹码顿时醒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 随后阿财来到了警局 将安娜绑起来带到了海边 接着装进麻袋放进石头 然后扔进了海里 安娜以为这次肯定在劫难逃 不料一个渔船将它从海里掉了出来 解开麻袋然后松绑 接着阿财将护照扔到了船上 并对安娜做了一个手势 阿财为什么放走安娜却不得而知 或许是怜香惜玉 也或许是良心发现 拿到护照的安娜来到机场成功回谱 另一边失去男友的小雨 每天都活在愧疚当中 她对反诈中心的赵队说 那天她赌球 让我帮她下注 但是我偷偷取消了 她本来能赢好几百万的 赢了就能上岸了 关键进球前后几分钟 都会锁定投注 后台调整倍率 就算是赢了 莫财平台都不会兑现 可是她提现成功过 体现的只是冻结的刺激 24小时之后 就会自动地返回人入境 就在来到一个路口时 一张小广告插在了车上 小雨看到后立刻拿出手机对比 赵队看见后立刻下车抓捕 根据线索找到了安娜的真实信息 当安娜回到家里后 警察早已经守候多时 但是安娜已经成了惊弓之女 即使真正的警察就在眼前 她也不再相信 警察立刻将她控制起来 然后把她带到反诈宣传的大会上 成千上万的案例 血淋淋地摆在面前 从宝妈 白领 打工族等等 无不深受其害 此刻的安娜心理已经彻底自我封闭 依然选择视而不见 直到看见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阿田 然后是赵队拿出攀升的照片 这一刻安娜内心彻底瓦解 根据安娜提供的线索 一场史无前例的电信诈骗犯罪抓捕行动就此展开 鉴于当地警方层层包庇 我国警方选择跟有绝对执法权的移民局合作 可即使这样 在抓捕的过程中依然受到暴徒的威胁 好在华侨商会会长及时出面 成功化解了危机 经过几天的努力 成功端掉了洗钱的窝点 但是对诈骗园区的位置却一无所获 这时正在讲编程课的小高有新的发现 在编程二进制里面6等于110 想到这里小高想起攀升发来的信息 并立刻意识到这是攀升发来的求救信息 而三个六的房子好像暗示着一个地址 六的首饰则是打电话报警 于是小高立刻打电话给正在办理此案的警察 根据线索警方锁定一锁三个六的小学 但是面对上千名小学生的安全 一时间陷入两难之中 也就在这时 赵队看见送进来的外卖有了主意 晚上乔装打扮成清洁工 检查学校周边的垃圾后发现 垃圾里全是酒瓶 并且每天都会点120分的外卖 这与小学生的饮食正好相反 于是传话了店老板 在送外卖时 将火柴放进馒头里 当攀升看见火柴里的纸条时 拖着受伤的腿爬上铁路 然后点燃羽毛球 举过头顶触发烟雾报警器 该说不说诈骗园区的消防是真管用 而某小区的消防却踏马是个白色 触发了火警后 学生立刻聚到了一起 同时所有的门禁全部失效 武警顺利通过所有的关卡 将诈骗团伙围在体育场 一场跨国抓捕行动完美结束 再次告诫所有的同胞 别信 别贪 别冲动 即使天上掉馅饼 也不要相信会砸在你的头上 至少我不会相信 更不会相信我会有这样的运气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反诈从每一个人做起